这一次被揭发疑似对牛肉灌水的这一间福博屠宰场 其实两年前就曾经被动保团体拍到 拿水管直接对活牛灌水 事后农委会在全台湾各地的屠宰场都加装了监视器 并且派驻兽医来负责卫生检查 但是呢前几天被媒体拍到的业者 却是在没有安装监视器的后端出货区 来对这个牛肉土体灌水 萧继会今天批评政府一再姑息不孝的业者 钻漏洞让他们一犯再犯 华明周可以看到牛脂活生生被业者拿着水管 伸进牛的胃部灌水 就算灌到兔也不罢休 这是两年前动保团体拍到 新北市福博屠宰场活牛灌水淋虐的情况 当时向农委会检举 农委会不但对业者开发二十二万五千元 还在全台牛脂屠宰场装监视器 但这次又被媒体拍到一次灌水事件 农委会解释媒体拍到的是出货区 没有装监视器 所以业者是否违法还有待查明 萧继会则痛批政府姑息 农委会指在屠宰的前端 也就是养牛区装监视器 但在后端屠宰完后的出货区 却没有加装监视器 以至于发生业者疑似对牛脂土体灌水增加重量 房警局表示已经约坦福博屠宰场负责人了解状况 查明相关试证之后 我们会对业者以虚目法暗刺 重重的来进行处分 那也会对厂方要求暂停违规人员进场 屠宰然后给予惩戒 医生则表示灌脏水的牛肉容易滋生细菌和微生物 不但影响牛肉品质 对代谢功能差的人还会造成肾衰竭 吃下肚最严重可能致死 福博屠宰场在两年前活牛灌水临院 农委会当时派驻受医师负责卫生检查 每年花3.8亿纳税人的钱 但一直到今年3月查了283次 都没有查到任何违法 但如今业者为了规避监控 却改在后端喂牛脂死后灌水 官方监控是否出现漏洞 如何亡羊补牢 避免事件重演才是民众最关心的事情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